三菜一湯 美味响叮噹 大家好 我是料理界的鵬鱼鼠 好球 今天鵬鱼鼠要為大家帶來的三菜一湯 是以馬鈴薯為主題的料理 因為馬鈴薯很便宜 也很好買得到 本身我和我老婆都很喜歡吃馬鈴薯 那我們如何挑選一顆好的馬鈴薯呢 第一個 表面要攻 再來它不要發青 不要有發芽的狀況 那有發芽的狀況就代表它裡面已經有茄鹼 那茄鹼它是有神經毒素 就算你挖掉之後再去烹飪 它裡面還是會有它的毒素在 所以啊 把這兩個原則 基本上就可以很簡單的挑到一顆好的馬鈴薯 我們先把所有的馬鈴薯啊 先切成這樣的滾刀中 我會把它放到電鍋裡面大概這25分鐘 等一下在通煮的時候 可以縮短馬鈴薯 烹飪的時間 那暫時會更有效 放些許的沙拉魚 我們先放入我們的薑 因為薑我們要先把它點到一個程度 它的香氣才會讓它滾出 鍋子的話 我們燒熱之後啊 我們才會放下我們有的豬肉 因為你現在鍋子還留著豬肉放下去 就會也在鍋子上 像我們的馬鈴薯 像你這個肉啊 它已經開始燉白了 不表示快速 可以準備下調味料了齁 蒜頭 有胡椒粉 米酒 有醬油 這炒到最後啊 我們再加入這個辣椒絲襯聖 那就是說增添它的香氣 醬香薯塊炒五花完成了 好 日式的東西我們怎麼下去碰煮 就是1比1比5 那我們只要依序先把這個醬油放下去 放入水 我們放到這個瓦斯爐上 好 動汁滾了就關火就完成了 1比1比5 我們是煮一個大分量的動汁起來備用 我們大分量的動汁做好 那我們從這邊搖 那我們倒入200cc 我們圍煮我們的 洋蔥絲 就放在我們這動汁裡面 先圍煮個五分鐘 讓它入味 我們煮一人份的 然後我們動汁放入120cc 放到瓦斯爐上加熱 那開火等它滾的時候 我們再放入牛肉 我們可以稍微控制一下 不要太爛 不要太強 就讓它稍微微熟一下 就可以倒入些許的蛋 稍微滑一下 這時候我們要倒入第二隻蛋 就會有那種泛水手的感覺 最後呢 撒上我們的蔥花 OK 這樣子就完成了 起了一鍋水 看我們的花椰菜 那這時候呢 我會放入一些香油 等一下我們的花椰菜 燙起來就會油亮油亮的 看起來非常美味 花椰菜啊 它會有花椰菜 跟菜梗 菜梗比較難熟 所以菜梗的部分 我會先丟下去燙兩分鐘之後 我才會放入我們的花椰菜 再下去燙三分鐘 好五分鐘到了 我們就熄火 把它撈起備用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來做我們的 把零水淋上 倒入些許的油 就用鍋子鍋一下 然後放入我們的鹹蛋奶 稍微拌炒一下 讓香氣稍微炒出來 接著放馬鈴薯碎 倒入牛奶 讓牛奶當他們的介質 他們的味道融合 就會更加沉濕 再放入黑胡椒粒拌炒 增添它的香氣 拌炒收支到這程度就完成了 那我們把這個鹹蛋醬淋上去 鹹蛋黃啊 把它點綴上去 好這樣就完成了 小魂 那一樣我們就先熱鍋 去把我們的食材炒香 第一棟會放入我們的麻油 放入我們的蒜頭 放入我們的蒜頭 把它的香氣點出來 把它的香氣點出來 放入我們的黃瓜片 像我們的馬鈴薯 那時候從黑胡椒 切子上的香氣 跟麻油的香氣 把我們的泡菜跟泡菜汁 全部一起倒出來 泡菜炒香 簡單的拌炒約20秒 那這時候我們差不多可以熄火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剛才拌炒好的這些食材 放入我們剛才預先煮滾的高湯裡面 然後我可以開大了一點 大概稍微煮一下 這個已經滾了一下子 我們可以關小火 可以加入我們的魚露 韓式辣椒粉 然後再放入我們的糖 十分鐘左右看我可以關火 洗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放入我們的這個 牛肉片 用魚汁 湯的魚汁去把肉片泡水 那你看這牛肉是不是就很精神 那最後呢 我們放入一些我們的大蒜 我們的湯就完成了